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来学习红细胞代谢 那么红细胞代谢在这一次要求咱们掌握 助理一次补助要求 我们首先来看红细胞的和血红瘦的合成和调节 大家都知道红细胞内有个最主要的成分 占所有体积的87%的 那么就是血红蛋白 血红蛋白里面就一样血红素 这些是怎么进行合成的 那么就涉及到红细胞代谢 那么首先要掌握它的合成部位在哪儿 合成的部位在骨髓 毕竟骨髓中的细胞中的细胞中的细胞 细胞和包液 大家注意 一头一尾 那么在细胞中进行 一中间在包子中进行 所以大家注意了 我们跟大家说过的尿素循环 就是尿受合成过程中间 那么它的什么 合成部位有两个 包液和线粒体 那么这个血红的合成 那么也有两个部位 一个是包液 一个是线粒体 所以这两个两个都是一样的 第二个合成的原材料是什么 这考了五手次 总在这样考虑 合成的原材料 第一个大家记住的是 二家的甜点子 这个大家不会忘记 为什么呢 因为假如你没有二家的甜点子 那么血红蛋白就不能合成 血红蛋白就不能合成 血红蛋白就不能合成 那么这个病人会到处确定病血 是不是 大家那个学的 非常扎实 二个月也学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大家一般不会掉 最容易掉的就是两个氨基酸 并且跟这两个氨基酸搞分 一个干氨酸 一个是什么 虎泊鲜虎酶 大家注意了 这两种物质 大家永远搞分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考了五手次 总在这考虑 好了 大家看看 血红是怎么合成的 首先就这两种物质 所合 干氨酸 和一线虎酶 那么所合为 A-R-A 第二个氨基干嘛同步是三 来出现 所以这个A-R和合酶 这是它的关键酶 那么关键酶 当然运用考虑 第二个关键酶的虎酶 也考过一线 维生素比六 大家记得这个计划二线 专门的虎酶 脱性酶的虎酶 以及A-R和酶的虎酶 都属于维生素比六 尼酸比多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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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它的核心形式 这是维生素比六 所以它有这个不易 维生素比六出现 搞个什么 尼酸比多酶 尼酸比多酶 下的哪种 没得虎酶 那么你不知道 A-R和酶了 所以希望大家注意 这个A-R和酶 是它的关键酶 当然它永远考虑 好了 所谓的血红是合成调节 就是针对这个关键酶 进行调节 那么关键酶对它 怎么进行调节 当然这合成的 大家注意 这个代谢产物 对这个A-R和酶 绝对是个一致作用 是不是 呼唤个调节嘛 所以 A-R和酶 主要收这个代谢产物 血红收的 呼唤个调节 大家注意 这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补助 你说要不要大家去 你贺老师 后面还有很多 很多的补助 A-R和酶 脱水酶 加上这些 你要我去 我贺老师也记不住 你要这些要不要记 不要记 无论研究人考试 你们考试 大家注意这些代谢过程 都不要大家去记 大家只一头一尾 就行了 一头 甘酸加上线甘酶 护膜酸 在A-R和美的作用下 说话成A-R 这个 这一步大家要记住 因为是关键美式化的反应 第二个 一尾 血红肉给分解为 猪蛋白或血红蛋白 这个记住 中间的 你就不要记了 中间的你最多有能力 你就把这什么 A-R一脱水酶 压铁豪火酶 这两个会关键美 大家了解一下就行 为什么偶尔他会考虑 考虑千中斗的机制 中间是五十中斗 就会合一字 这个A-R脱水酶 压铁豪火酶 你家是千中斗 一中斗中间是几中斗 你个人两个没有 没有受移植 尽管你A-R核酶没有受移植 你想想 有没有印象你血红色合成呢 影响 所以慢性千中斗的时候 常常一瓶血 就是这样来的 好了 第二个 那么 引证因素就是EPO EPO是红细胞中斗的生存处 可以逐继 血红色的生存 所以 这就叫做最新调节的因素 负新调节的因素 主要是A-R核酶 血红色的护汗要解 次来因素是 千中斗不正常的一级案下 那么一自然是A-R脱水美 雅跳和美 所以像这种东西 那偶尔会考到 希望大家在做其人事过程中间 一定要负集到相应的知识点 好了 我们看06年这个词题 大家看看 下列关于血红大门的合成 据述正确的是什么 但A 以干二三天冬安三为原料 以干二三天冬安三为原料 是漂的和干三合成的原材料 而不是血红色合成的原材料 血红色合成的原材料 大家注意有干二三 但是 是虎不鲜虎没 还有二家的甜蜜子 这是它的原材料 所以一定不要干嘛 漂的和干三合成 跟这里弄粉了 好了 答案比只有纯属红血红色的合成 对不对 不对 因为黄色红细胞也可以合成血红蛋白 所以 答案比相不正确 但是一相 与猪蛋白的合成无关 有没有关系 看看 血红肉 那么是由猪 分解 可以形成猪蛋白 或血红蛋白 当然跟猪蛋白的合成有关系了 是不是 所以答案是一相不对 答案里 受受分泌的EPO生成助理条件 血红细胞生成助理条件 这个正确的 因为肾脏 剑脂细胞可以分泌EPO 在血红蛋白的条件分泌EPO 那么可以刺激 血红蛋白的合成也刺激血红蛋白 也刺激 血红蛋白的合成 所以答案底下 底下正确 因此正确大家知道哪一项 那么当然答案就底 好了答案一 合成过程中既受AL核美的调节 对不对 除了这是个最主要调节因素之外 还受EPO的正性调节 也受AL脱水美 或亚天阿富美的 次要调节 所以不是说合成过程中 全部都受AL核美的调节 所以这个不正确 因此一项也不正确 所以正确的答案答案底 好了我们再来个红细胞代谢的设定 红细胞代谢的设定 大家注意偶尔会考到大家 第一个 破糖是红细胞成熟红细胞的主要能源物质 并且红细胞中间没有细胞气 不能够进行糖的油液氧化 只能进行糖的效解 所以他经常考虑 成熟红细胞能量规定的主要形式是什么 糖的效解 所以这一个支持他的经典思维 总得考虑 红细胞细胞除了由我们讲的的032糖途径之外 那么还有一个旁路 那么叫做23ppc旁路 大家注意23ppc旁路 以来23dppc旁路 这个笔也要抵 两个两个都是 为什么呢 在普通教材上讲的 我们生物化学上面是23203-3 称为23ppc 我们生理学上叫23203-3 称为什么 23dppc 所以23dpp旁路 23dpp旁路 大家在考试的时候 你就不要到这里纠结了 究竟是哪一个 两个两个是一样的东西 因为生物化学人员考到你 他常常用的23ppc 生理学人员考到大家 那么他一般的使用的代号是23ppc 所以这个大家只有 做个题 知道了 大家会知道这种系维的差别 估计你都说这个不止系 估计不知道两个 究竟什么差别 好了大家注意23pp旁路 那么主要由于调节我们什么 学红他们的简历和合成 大家看看阳解的曲线是不是 阳解的曲线到23dppc 大家注意这些人我们生理学上的 比dpp的效法 那么到232013-1323dppc或者比dppc 浓度增高的时候 阳解的曲线由于缓制 到23dppc降低的时候呢 那么阳解的曲线组织血氧加重 所以这就是我们成熟红细胞 中间的通过232013-1323dppc 来调节血红蛋白的结合能力 好了第四个 那么红细胞的利用能量的代谢机构退化 所以他就没有这种什么 被他和这种油氧氧化三参循环 以及脂黄的什么被他氧化这些细胞器 所以他只能够利用葡萄糖叫起来 供应能量 第五个这是连接红细胞的平均寿命 大概是一百二十五天 我们平时记得寿解就是一百二十四天左右 就四个月 你即使不义无限学 到了四个月之后一百二十五天之后 那么你的红细胞都崩解了 自身代谢在代谢月 所以鼓励大家义无限学 所以义无限学一般正常人来说四个月 那么为了安全期间 那么他就是什么规定性六个月 所以说每一年谢学又谢学尊谢两次 就这个道理 就能够一个红细胞的平均寿命来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四年这个事情 大家看看 供应成熟红细胞能量的主要途径是什么 唐教解 我们刚才说了 唐教解是红细胞获得能量的唯一形式 因为他没有细胞气 不能进行三双循环也不能进行 脂肪都被他氧化 所以正确答应答答 B 第二问 在纯细呼吸包中能够 产生调节 血红蛋白预养能力的 代谢途径是什么 跟血红蛋白预养能力有关的 就是我们刚才我们是在23BPG 23BPG主要来自哪 2323233 胖怒 也叫23BP胖怒 也叫23DP胖怒 所以正确答案为C 大家不要把它误打为1 你一三五胎头颈 你一三五胎头颈主要为你提供NADPH 共氢体 而不是调节血红蛋白预养能力 所以不要打1去了 假如你把答案打到ABD去了 那我无言以对 证明你的水平太差 不是踏到一点点啊